請問問答案選擇 好了這個做完了 這個 如果按照你可以的用標準常態 或者是用直接 常態分配都可以直接算出來 算出來的結果大概是介於 60%介於113.28跟126.72 答案自己看一下有沒有對 好久你再睡覺 起床啦 清床 你真的是每天都爬妹妹呢 趕快起床啦 好這邊還有一個就是說 怎麼樣去決定一個數據 到底是不是常態分配 這個只是課本先提供一個 比較粗淺的一個做法 我們後面還有一些所謂的假設 就是那個分配的減定的概念 還可以再去做同樣的類似的事情 當然最簡單的話 你就是先去畫質方圖 質方圖 質方圖畫出來 如果它是一個bell shape 這是那種中的形狀的話 那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所謂的常態分配 不然的話它還可以透過一個指標 叫做Pearson的偏寫指標 那這個偏寫指標 如果是大於等於1或小於等於-1的話 它就會有偏寫的情況 那這個Pearson的偏寫指數怎麼算呢 就是利用平均數除以它的這個median median是什麼 中位數對不對 X bar減去median 然後乘以3再出於它的標準差 那如果它超過-1或正1的話 那就是有明顯的偏寫 就不會是所謂的常態分配 那另外有時候你還可以檢查 看它是有沒有outlier 通常如果你有outlier 可能有可能會造成它是一個 不太會是一個常態 有可能而已啦 這只是一個也可以檢查的一個部分 所以它這邊課本有一個例子 它有一堆數據給你 讓大家看看它是不是常態分配 所以你就先把它做什麼 這幾個數字呢 18加碼18個數字 18個數字你就把它先按照 所以我們之前的那個做法 下禮拜考試還會再考一遍 你怎麼去把它做分配 組別 然後去算它的頻率 然後去把它畫磁方圖對不對 這是基本功啊 連這個基本功都不會的話 那就不用玩了 先把它畫出來 那畫出來你就可以看說 這個看起來有沒有像是 有沒有像是Bell shape 看起來好像 當然這個有點是 如果你如果要用目視去判斷呢 黃永奎 賀然 坐在旁邊那端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是Bell shape 但是它又不太像 所以這個如果你是用目視法去決定 這個有時候就見仁見智 那見仁見智的話 就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所以有時候用目視法 又不是那麼客觀啦 所以我們可以再接著看什麼 看它的這個Person的偏邪係數 那算出來它的Person的偏邪係數呢 你算出來結果 中位數怎麼查要會 中位數 中位數怎麼下指令 在Excel都要會 S bar算出來 然後它的標準差算出來 算出來結果你去把它相除算出來 這個PC呢 就是Person的偏邪係數是0.148 所以是低於正1或負1之間 所以當然沒有明顯的偏邪啦 沒有明顯的偏邪 所以利用這個指標來看它沒有明顯的偏邪 然後再加上原先的磁方圖 看起來也還OK啦 雖然它沒有那麼對稱 看這邊沒有那麼對稱 但是看起來其實還好 那接下來再看看有沒有Outlier 那Outlier怎麼算 這個也要會 考試都必考的 離群值怎麼辦 怎麼算 離群值的話 你要重點要去算它的什麼 IQR 對不對 要算它IQR 那IQR怎麼算 IQR要算出它的Q3跟Q1 那Q3是什麼 Q1是什麼 對不對 要把它算出來 所以Q3-Q1就變成它的IQR 那算出來的結果是 它的IQR是53 那Outlier的定義是什麼 是從Q3以上 1.5倍的IQR 或Q1以下的1.5倍的IQR 那你算出IQR之後乘以1.5 再跟它的Q1跟Q3相加減 相加減 Q3就相加 Q1就相減 算出來的範圍是在這邊 那所以算出來的範圍是-4.5 跟177.5 那我們的數據沒有在這個 數據都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它就是沒有Outlier 所以大概可以從這幾個條件去判斷 一個Distribution 大概有沒有是一個所謂的Normal Distribution 那這個題目來說 我們可以勉強 視它為一個是Normal Distribution OK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 同樣類似的一個 另外一個例子 這是什麼 某個人 當然這個位不是很有名嗎 是棒球名人 它的每一年的生涯 出場的次數 那它的是不是常態 一樣你就去把它畫出來 一畫哇 這看起來就很 很不對稱啊 就看起來不是對稱 所以基本上 是有點是往左邊 它的Pick在右邊 那就是偏寫是偏左邊 所以是左偏寫 那另外它的PC算出來結果也是超過 超過正負一啊 所以基本上這個也是一個 那Outlier基本上也還是沒有啦 還是沒有Outlier 但是沒有Outlier不代表它就不是 不是所謂的常態啦 所以這個反正Outlier只是一個 可以輔助的方法而已 Alright Alright 所以這個是它的一個概念啊 那這個聰明人的例子 你們自己回去看一下 好我們接下來要看第六 6.3這個部分啊 這個非常重要的 中央極限定理啊 這個是跟我們之後有很大的關係啊 包括以後的這個統計推論裡面 有很多東西都是跟這個中央極限定理有點關係 好 這邊當然要先講清楚啊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一定要搞清楚啊 我們今天要談的一件事情啊 我們剛才 談的很多的Random Variable 那個Random Variable所代表的可能就是 血壓啦 年紀啦 或者什麼什麼時數啊對不對 那就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另外一個分配 這個分配 所以它的Random Variable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取樣的平均數 它的Random Variable是來自於取樣的平均數 這樣說有點奇怪啊 就是說 我是從母體 從母體 去挑一個 挑一個固定數量的樣本 所以它的樣本數是固定的啦 一個固定樣本 然後呢這個樣本 你抽一個樣本出來可能會抽好幾次 所以不斷的抽 不斷的抽樣本 那這個每一次抽出來的樣本 它的樣本數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 好 那我就是每一次抽出來的樣本 我去算它的平均數 那這些平均數 就可能構成一個分配 這樣聽得懂意思嗎 舉例來說啦 我們現在全班 假設40個人 那40個人呢 我去抽20個人出來 我去抽20個人出來 那我可能抽 第一次隨便亂 因為抽樣就是隨機嘛 就是一個隨機行為 我去抽20個人出來 然後我去算他們的 算好了 隨便算 說算平均身高 好 20個人就有一個平均身高對不對 好 那我把20個人再放回去 再隨機再抽20個人出來 然後就得到另外一個樣本 另外一組樣本 那這一組樣本 再去算它的平均身高 再放回去 再抽20個人 我就這樣抽抽抽 每次都抽20個人 我可能抽了幾百次 抽幾百次 那每一次樣本 每一次的這一組樣本 就會有一個什麼 平均身高嘛 懂不懂 那我假設抽了 抽了兩百次好了 可不可能抽了兩百次 可以啊 因為它的組合可能會有多少種 我40個人裡面要抽20個人 這種組合有多少個 這組合有多少個 這組合有多少個 這個是之前的概念啊 你抽一個人有幾種機會 40個機會 第二個人有幾個機會 取回或放回40個 40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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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遍 那個數字不是很大嗎 所以我可以隨便 隨便今天講 我就這樣 40個人裡面抽20個人 我隨便抽個100次或1000次 所以我就有1000筆數據 或者是100筆數據 那這些數據所代表的是什麼 是這一組 這個Sample 這個組的什麼 平均身高 所以平均身高 這時候就變成是什麼 這一百組 或者是1000組 數據的平均身高 就是變成是一個 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呢 就是一個隨機行為的結果 這個隨機行為的結果 裡面的隨機變數是什麼 就是平均身高 就是平均身高 那這些平均身高 它可能會有高有低 對不對 有高有低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分配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distribution 知道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的 樣本平均數的抽樣分配 看英文 Sampling distribution of sample mean 就是把取樣出來的樣本平均 那它會有一個什麼 分佈 那就是所謂的樣本平均數的分配 所以概念就是從母體 不斷的去抽一個固定數量的樣本 那計算每一次它的樣本的平均數 那這些平均數呢 就會構成一個分配 就會構成一個distribution 那只不過這個分配 所以它的隨機變數是什麼 它的隨機變數就是變成這個群組 這個樣本 取樣的這些樣本的 某一種數字的 某一種性質的平均數 就像我們剛剛說 身高的平均數 或者你可以說 這一組裡面的年齡的平均數 或者是可以說 這一組裡面的體重的平均數 看你今天是要算什麼樣的平均數 這些樣本的平均數 就會構成一個distribution 然後就是構成一個分配 懂不懂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談 接下來要談很重要的 樣本平均數的分配的概念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蛤 蛤 蛤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當然這個取樣 取樣都會有誤差 取樣會有誤差 但是誤差 這個以後我們還會再 下一張還會再談到 所謂的信賴區間的問題 那個我們下次再談 但是這個取樣誤差 當然 因為你每次取樣都不是母體的完美代表 當然 40個裡面我抽20個 這個20個能不能代表母體 也未必 對不對 所以它不會是一個perfect 那既然不是perfect 所以我的樣本的側度 跟母體的側度會有一些差異 那所謂的樣本側度是什麼 可能就是這個樣本的平均數 跟我的母體平均數 是不是就會有一些差異 我這個20個人的樣本的平均身高 跟40個人的真正母體的平均身高 會不會有差異 一定會有或多或少會有差異 不是嗎 那這些差異是什麼 這些側度 當然這些側度除了平均數之外 還可能包括標準差 這些側度都會跟你的樣本的側度 跟母體側度當然會有差 那這些差異就是所謂的抽樣誤差 抽樣一定會有誤差 對不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 在第七章 才接著談到所謂的信賴區間的概念 那當然我們現在先不談 這個側度之間的誤差 我們只是跟你說 這個取樣出來的結果 今天你不管算它的平均數也好 或是它的標準差 都會有一些差異 那些差異來自於 就是它的取樣誤差的概念 好 但是我們現在重點是要看這個樣本 平均數 這個distribution 這些數據 所得到的一個分配 它的分配有什麼性質 它的性質很重要 這個就是類似我們接下來要談的中央極限定 假設你今天取的樣本 就全部把它取樣出來 真正能夠取樣出來 這些全部的樣本的平均數 會跟你的母體的平均數會是一樣的 假設就剛好說40個人 我們取20個人 但是這樣的取樣 可能你要取到好幾千億次 假設這樣的組合 你全部把它取樣出來 這些取樣出來的每一組樣本 你把它的平均數把它平均起來 把它的樣本平均數的平均數 有點老舌 樣本平均數的在平均數之後 它會跟我的母體的平均數就會一樣 這樣知道意思嗎 我把所有的這種 所有可能的組合的這種取樣 取樣出來之後 每一個樣本都會有一個平均數 這些平均數就會構成分配 就構成一組數據 那這一組數據的平均數呢 就是樣本平均數的平均數 會是等於你的母體的平均數 所以寫成叫做μx bar會等於μ μ是母體的平均數 那μs bar就是你的樣本平均數的平均數 因為你今天的隨機變數 我們剛剛說過 你這個分配 任何的分配都有一個變數 我們把它叫做隨機變數 這個隨機變數 這個時候變成是什麼 是s bar 所以你的這個樣本的 樣本的平均數 變成今天會是什麼 會是一個隨機變數的概念 所以我們這邊不是寫x 是寫s bar 所以μ的s bar會等於μ 那另外這樣子的樣本平均數 這樣的一個分配呢 你可以去算出它的標準差 它的標準差 跟你的母體的標準差 會類似 但是它相對來說是比較小 那它的多小呢 它的s bar會等於是什麼 母體的標準差 除以你的樣本數的平方根 它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分配 所以也許你的原來的母體是μ 它的平均數是μ 它的標準差是sigma 但是你經過不斷的隨機取樣 去取樣出來 去算它的平均數 這些平均數所得到的一些數據 所得到的一個新的分配 它的平均數會等於母體的平均數 它的標準差 這個分配s bar 就是以s bar 當成是隨機變數的概念的標準差 它會是等於母體的標準差 除以它的根號m 除以它取樣的結果 所以它的標準差會變得比較小 好 這樣子 那你就說 這個 這個反正就是人家證明出來的 那我們當然不會證明給各位看 但是我們可以 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用這個簡單的例子 就可以來驗證我們剛才這兩個公式 這兩個公式 這兩個例子也很簡單 這個例子就一個例子而已 這例子很簡單 你看一下 我們假設我們的母體 只有四個同學 四個同學 那他考試的分數 反正不管是幾分 反正是8分 滿分 他的考試的結果是2分 6分 4分 8分 那這個就是你的母體 你的母體現在只有四個人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來做一個驗證 做一個驗證 四個人考2分 6分 4分 8分 所以你的母體是四個 那這四個學生就構成一個母體 所以這個學生 這個母體是 他的平均數是多少 你就可以算出來 平均數是5 他的標準差算出來是2.236 對不對 這是母體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取樣 取什麼 這是用取後放回 所以他每一個都必須是所謂的 independent 取後放回的概念 我挑兩個樣本 就是我每一次取樣是取兩個樣本出來 取兩個樣本 所以一組樣本裡面就只有兩個 只有兩個人 那這樣有幾種組合 因為他是取後放回啊 所以你有可能取 這個2是代表分數啦 你可能第一次取到考2分的 第二次又取到考2分的嘛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可以啊 取後放回嘛 就是你這次取樣 取樣你放回去 第二次又取樣你 同樣一個人嘛 對不對 那這樣的組合 你看第一種 你取 你sample就取兩個 第一個 你可以取到幾種機會 取到4種機會嘛 因為你就 你的母體就有4個嘛 所以你第一個位置取樣 可以取到4種組合 4種機會 那第二個呢 又是取到4種機會 那兩個是獨立的啊 所以什麼 4乘以4 所以他總共的組合數 他總共的取樣 取兩個的組合數 總共有多少個 總共有16個 16種組合 這16種組合 你去把它排列出來 你就是最 用最笨的方法 就是窮舉法 把全部的 全部的組合 都把它 取樣的組合 都把它算出來 都把它取出來 那也不過就16個嘛 對不對 因為你取兩個樣而已啊 從4個裡面去取兩個樣 而且是用 是用什麼 取後放回的概念 所以他會total16種組合 所以包括2分2分 2分4分 2分6分 2分8分 4分2分4分4分 4分6分4分8分 對不對 那這樣的組合總共有16個 你去算出 每一個 那這個組合 這個組合22 它的平均分數多少 2 24 那平均數多少 2加4除以2 就6嘛 3啦 2加4 6除以23嘛 所以這個就是每一次樣本 取出來的平均數 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那你把這些 這樣的話你就得到16個樣本 16個樣本 那就是16個 16個隨機變數 那這16個隨機變數 它的什麼 它的平均值是多少 你就把它加起來除以16嘛 算出來結果 5 5 跟這個5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一樣 有啊 所以代表我們剛才的第一個概念 樣本平均數的平均數 樣本平均數的平均數 會等於母體的平均數啊 樣本平均數 這個是一個平均數喔 這個me 這是一個平均數 2345 這個都是一個平均數 樣本平均數的再算平均數 是不是等於 跟你的母體的平均數是一樣 都知道嗎 這個概念很重要啊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它的什麼 看它的標準差 好 標準差當然我們可以直接去算 那 你看它的標準差 因為你 我們這邊總共有16組嘛 16組你去算它的標準差 所以sigma s bar就是你 把每一個平均數去減去 減去它的什麼 它的平均數 是5啊 所以2-5的平均數 加3-5的平均數 加16次 然後除以16開根號 得到的結果是1.581 這個就是什麼 你的這個樣本的平均數的 的標準差 那樣本平均數的標準差 是1.581 那我們母體的標準差是多少 母體的標準差是2.236 那我們按照剛才那個公式 剛才公式是sigma 所以我把我的母體的標準差2.236 所以根號 n n是多少 n12 這樣一算出來結果 1.581 跟它有沒有一樣 一樣 所以我們這當然不是證明啊 這只是一個驗證的 這不是證明 這是驗證的概念 好 而且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喔 你看它把它這樣子s bar 當成隨機變數 看它的絕對頻率 你去畫出來的結果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什麼 怎麼分配 是不是常態 所以它的樣 這時候橫軸是它的隨機變數 它的隨機變數這時候是什麼 是sample mean 是樣本平均數 那樣本平均數當成是隨機變數來看 它的縱軸如果是frequency看 它看起來應該像是一個什麼 常態分配的概念 是一個常態分配的概念 所以這邊又得到 待會兒我們會接下來談的 就是一個中央極限的電力 所以至少從這個簡單的例子裡面 你去看 它這樣去取樣 取樣出來的所有的平均數 去把它做平均 會跟你的母體平均數一樣 然後它的變異數 會跟母體的變異數 又更小一點 更緊一點 會是把母體的平均變異數去出 標準差去出於它的根號N 得到結果 好 這是這兩個 前面有這兩個 類似中央極限定理的概念 那接下來要談的就是 真正的中央極限定理的概念 就是說 其實就是把剛才的那兩個概念 把它組合起來 就是說如果假設你今天的樣本數很大 比較大一點 當然不一定要不斷 就是說你的取樣數很大的情況之下 而且你的取樣數是從母體 這個母體就是取後放回 就剛剛說過的 先取完再放回去 那這個母體它的平均數是mu 它的標準差是sigma的概念來看的話 那你這樣取樣出來的樣本平均數 樣本平均數 這樣子的一個分配 會逼近一種常態分配 它會變成是常態分配 就跟我們剛剛畫的這個概念 有沒有 類似是一個常態分配 那這個常態分配 這個常態分配 它的平均數就會是mu 就是母體的mu 而且它的標準差 就是跟母體的標準差類似 只不過更小一點 是把母體的標準差 除以根號n 這個n就是你的取樣的樣本數 那這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中央極限定理 中央極限定理 所以中央極限定理 談的是sample mean 是樣本平均數 樣本平均數 那它的平均數的分配 就會是一個常態分配 那中間 這個就是它的這個 中央極限定理的樣本 這個橫軸是什麼 你看它注意寫 橫軸的random variable 是用s bar 是用s bar 那它的平均數 跟母體平均數是一樣 那它是常態分配 所以它這個sigma 是s bar 那s bar 那s bar怎麼算 就是sigma 除以根號n 所以得到一個常態分配的結果 所以 而且這個 這個重點是什麼 這個重點是 今天你從一個母體取樣 這個母體原先 可能不一定是常態分配 這個母體原先可能是一個 阿里不達的分配 你這個阿里不達的分配 只要你取樣夠的話 你的sample mean 還是會變成是常態分配 它就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但前提是什麼 要取樣夠大 取樣數要夠大 它的sample mean 才會變成是一個所謂的常態分配 這是中央極限定理 告訴我們的一個概念 OK 好 所以到這裡 這是所謂中央極限定理 你知道嗎 就是我從母體去取樣 取樣出來之後 去算它的 取樣出來的平均數 這個平均數我可以取好多樣 這些好多組樣本 這些好多組樣本的平均數 每一個樣本都有一個平均數 這些平均數就得到一個分配 這個分配會得到一個是 一個類似常態分配的結果 而且它的母體 而且它的這樣的一個分配的平均數 會跟你的母體平均數是一樣 那標準差會稍微更小一點 就是這樣的概念 有沒有聊 大概有一個概念要知道 這個概念要知道 好 那我們可以用中央極限定理來幹嘛 那這個中央極限定理的概念 因為它既然是常態分配 所以它可以用來回答 類似樣本平均數的問題 就類似什麼 類似我們常態分配 可以用來回答隨機變數問題 我們剛才看的不是很多例子嗎 都是常態分配 那常態分配就可以用來回答 這些隨機變數的問題 像剛剛說過 血壓介於什麼跟什麼之間有沒有 就是它是一個常態分配嘛 血壓分布是一個常態分配 所以你要取什麼 60%中間 你就可以回答這些隨機變數的問題 所以同樣的 今天因為你的取樣數如果夠大的話 我們利用中央極限定理知道 你的樣本平均數就是常態分配嘛 那所以類似常態分配 它就可以用來回答什麼 回答它的隨機變數 但是它這時候的隨機變數是什麼 是樣本平均數啊 所以它這時候的隨機變數是樣本 樣本平均數 所以我們利用中央極限定理 就可以來回答樣本平均數的問題 那只不過當然有一個差異是什麼 因為之前我們的常態分配來回答 隨機回答這個隨機變數的問題的時候 是把它常標準化嘛 那標準化它是用 x bar除以μ 之前就是用它的random variable x-μ除以σ 對不對 它的z是x-μ除以σ 但是現在你是中央極限定理的時候 你現在的隨機變數變得不是x 是x bar 是sample mean x bar 所以你的z 你要把它做成標準化的話 是用它的x bar 就是某一個樣本的 某一個樣本的平均數 x bar 減去母體的平均數 然後再除以σ 這個σ 這個σ 這個σ應該是母體的σ 除以根號n 就是你的sample mean的標準差 那只不過這時候sample mean的標準差 就是母體的標準差 除以根號n 所以假設你知道母體的標準差 你就可以把母體標準差 除以根號n 當成是什麼 當成是這個標準化的過程 裡面所需要的σ 它所需要的σ 所以差距就是 反正就是調整嘛 你現在的 你常態分配已經改變了 那常態分配改變 它的隨機變數變成x bar 它的標準差變成是母體的標準差 除以根號n 就把它轉換成這樣而已啦 好 那而且我們剛剛說過了 如果你的原始數據不是常態分配也沒關係 我們剛剛說過 你的原始數據如果是不是常態分配 是任何的什麼exponential 其他分配也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的取樣的樣本數 你一次取樣的樣本數如果超過30 超過30就超過30以上 那這時候你取樣出來的平均數 它也會視為是常態分配 這是我們剛剛的中央極限定理談到的 它取樣夠大的情況之下 它的這個分配 樣本數的平均數 樣本平均數的分配就會類似是一個常態分配 所以前提是要超過30個啦 那當然如果你的原始數據已經是常態分配 那你的取樣數不管是幾個 它基本上也還是常態分配 它基本上也是常態分配 好 這個是中央極限定理 那它的用途呢 好 我們就接下來看它怎麼去應用它 來 來 黃新成 念一下 A.C.I.C. 所以這個就是會可以應用到我們的中央極限定理 可以看得出來嗎 它看電視的時間 小朋友看電視的時間是多少 它是一個常態分配 所以它原始的 原始的母體是什麼 每一個小朋友看電視的 看電視的時間嘛 看電視的時間 看電視的時間是 它的平均數是25 然後是常態分配 標準差是3 所以原始的母體 它就已經是一個常態分配 而且已經知道它的母體的平均數是25 標準差是3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從這些小朋友裡面去抽樣出來 抽樣出來 那抽樣20位喔 它是抽20位而已喔 那抽20位它當然有很多種抽法啊 對不對 它可能有無限多種抽法 那我們現在從這20位小朋友裡面去算出 它平均看電視的時間超過26.3喔 所以這時候就是sample mean的概念了 有沒有 就是取樣20個小朋友出來 這個20個小朋友每一週 它可能有人看10個小時 有人看20個小時 有人看30個小時 那不管 這20個小朋友裡面把它抓出來結果 你去算出一個它看電視的平均數嘛 那這20個小朋友看電視的平均數 超過26.3小時的幾率是多少 所以這時候是不是就是滿足我們剛才的那個 中央極限定理那個概念 可以看得出來嗎 中央極限定理可以了解 但是搭配例子 搭配這個例子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說法 所以20位小朋友 它的取樣出來之後 它看它的平均時數 超過26.3小時的幾率 這個就是中央極限定理 一樣 可以喔 可以嗎 可以 好 所以怎麼算 既然它是中央極限定理 它是常態分配 剛才有沒有看過常態分配的算法 所以你應該就會做了 怎麼做 你就把它的那個平均 它的sample mean的這個分配 它基本上也是常態分配 那這個中 這個20位小朋友 取樣出來的平均數 看電視的平均數 是一個常態分配 那它的常態分配的平均數 這個常態分配的平均數 跟你的母體的平均數 會不會一樣 會不會一樣 會啊 會啊 會一樣啊 都是幾個小時 都是25個小時 那標準差呢 標準差跟母體的標準差 母體標準差是3 那現在是取樣20個出來的 這個 這樣子一個分配 它的標準差 會比母體標準差來的更小嘛 所以它的標準差 要另外去算 所以算出來 它的sigma s bar 原來的標準差是3 除以根號n 那n是多少20 所以算出來 它的sigma s bar是0.671 好 所以這樣的話 你就回 又是回到常態分配 這時候這個 20個小朋友 看電視的平均時間 是一個常態分配 它的平均數是25 它的標準差是0.67 那這樣子的話 你找出超過26.3小時的 這個常態分配的結果 是多少 就這樣 所以把剛才的那個做 那個常態分配的概念 就又再應用一遍而已 只不過今天你的隨機變數 不是單一的隨機變數 而是取樣出來的平均數的 當成是隨機變數 所以接下來 你看它的這個 Distribution 25 平均數 那26.3是 往外面一點 所以它要看這半邊 的面積是多少 那這個分配 是個常態分配 平均數25 它的標準差 剛剛算過是0.671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按照剛才的公司 去看 你要不要把它正規化 那你如果要正規化也可以 不正規化也可以 不正規化的話 你直接帶來什麼 帶來那個 Norm Distribution 就可以算出來它的這個面積 當然 你算出來的面積是這邊 然後你再去把它扣掉 才變成右邊這一塊 這樣懂嗎 那 金蟲 了嗎 真的了喔 這個其中考很多 在考這個喔 那我們其中考考到這一章 好 接下來有沒有問題 OK喔 OK喔 OK 我就繼續看喔 好 好像這個過程就算出來就知道 好 同樣的這個例子 來 對 OK 何嘉賢 等一下 好 這個例子也是要利用 因為當然我們現在都在談那個中央極限定理 所以你應該就有那個敏感度啦 你看它是要挑什麼 挑36部車子啊 你的車子數很多啊 但是你現在是挑36個樣本 來看它的這個分配嘛 所以它基本上也是適用中央極限定理 所以它是取一個樣 36個 36部車子 那這36部車子它的什麼 要算它的平均壽命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平均的概念 所以是Sample mean的概念 是樣本平均數的概念 那要算它的36部車子 平均壽命介於90跟100 那這36部車子它的平均壽命 基本上是一個常態分配 這個常態分配 它的平均數是跟什麼 跟母體是一樣 96個月 但是標準差呢 標準差就比較小一點 所以標準差是用16去處理什麼 處理根號36 對不對 所以算出來 這是所謂的取樣的樣本 平均數它的標準差 然後再去看它介於96跟100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同樣的概念 所以96是它的平均 那這個Sigma要重新去算 但是它介於90跟100中間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分配 這個是一個常態分配 它的什麼平均數 它的標準差算出來 那你接下來可以直接 直接代公式 就可以去算出這個中間 這個面積是多少 那這個面積代表就是介於 壽命介於90跟100中間的這個 它的機率是多少 對不對 好啦 這個回去你們自己算就好了 我就不再看了 好 周末加班 黃永葵 來唸一下 建築工人 周末加班 建築工人 平均數是7.939 每每兩天計 假設分配大概是 常態的 而且標準 查是1.8號 求出一位建築工人 周末加班 時數低於8小時的機率 如果挑選一組 40位工人的隨機樣本 求出工人加班 時數低於8小時的機率 好 所以這個就可以彰顯出 這兩個問題的差別了 好 假設這個 周末加班的平均時數是7.93 那 它的標準差0.8 是一個常態分配 好 AEB這兩個問題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只有求一個建築工人 他加班超過 低於8個小時的機率 只有一個 那另外是挑40個人 40個人 然後算出他的平均加班時數 是低於8個小時的機率 有沒有 所以這兩個不一樣的 一個就是用最原始的什麼 常態分配去算 一個就是利用什麼 中央極限定理去算 那這兩個分配 原來的 原來的常態分配是 平均值是7.9 標準差是0.8 所以你要算出 找一個人他低於8個小時 就直接去用他的常態分配 去算就好了 對不對 那至於B的話 你40個人 所以這時候 這個40個人 他的這個加班的時數 它是一個平均加班時數的概念 所以 這個平均加班時數 另外 會構成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常態分配 但是這個常態分配的平均數 跟你的什麼 原始的平均數是一樣的 但是標準差呢 標準差就變比較小 是等於是原始的標準差 再除以根號m嘛 但是它還是一個常態分配 那這樣的話 你再去找出低於8個小時的機率 所以是兩 就變成是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找原始的 原始的隨機變數是什麼 加班時數 那第二個問題的 the random variable 隨機變數是什麼 是取樣40個人之後的 平均加班時數 是當成它的隨機變數 懂不懂 所以這樣的話 但是這兩個隨機變數的分配 都是常態 都是常態 但是唯一的差別 就是平均數一樣 但是變 標準差 就是有點差別 所以 這第一個問題 7.938 就是看這半邊 所以你直接可以用那個 norm大的bist 可以算出來 它的這個面積是多少 那另外的話 這個 另外一組是40個嘛 那40個它的 理論上它畫的會比較 你看跟前面 這看起來比較寬一點對不對 這看起來比較窄一點 因為它的什麼 標準差變小 標準差變小 就是它其中程度 變得比較靠近平均數 所以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 8 7.93 那一樣啊 只不過它的平均數是一樣 但是它的標準差呢 標準差就是要先去算出 這個 這是它的標準差 就是 0.8 除以更好40 然後得到出來它的標準差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 直接一樣 代公式 代公式去算 就可以算出來 那算出來的結果呢 那算出來的結果呢 你會發現 一個是取一個人 一個是取40個人 所以算出來的結果 你會發現 當你挑個別工人的時候 它的機率是53喔 53.59 那如果是挑40個工人 低於8個小時 同樣都是低於8個小時 但是它的機率會更高 會70.88 所以這個有點差異性 然後它的造成這個差異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的標準差變小 它的標準差變小 所以 SampleMe會讓它標準差變小 所以它的機率會變大 它的機率會變大 所以同樣 挑一個人低於8小時 機率只有53或54左右 但是挑40個人 同樣是低於8小時 它的機率就高 高出很多了 變成70點多 所以這個有點差別 就在這邊了 這樣知道 哪邊不一樣了 一個是原始的標準差 原始的random variable 一個是把它取樣之後 平均數當成random variable 這樣的差異 好 這邊這個例子你們有時間 回去看一下 這是說它 反正有20個學生 他自己去做取樣 取樣算出來 它的平均數是多少 標準差是多少 然後這些回答這些問題 回答這些問題 好 這個我們下禮拜再繼續講 二項分配的常態 我們上禮拜談到的二項分配 是一個離散的 但這個離散的二項分配 其實它如果把它分得很細的 情況之下 它其實就是近似於一個常態分配 近似於一個連續的常態分配 那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要怎麼去做一些 approximation 近似解 這個我們下禮拜再上 好 今天就上到這邊 不過今天的兩個重點 就是怎麼樣去看一個連續的隨機變數 連續的隨機機率分配 那跟原來的離散的差別在哪邊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中央極限定理 回去花點時間趕快看一下 這期中考都是必考的